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不可以请爸爸妈妈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可以请林宝宝上来一下吗 我们欢迎林宝宝 欢迎 The question is How do they make one of you 中文回答 谢谢林宝宝 掌声鼓励一下 各位 我在美国 然后前几个月到上海 然后现在虽然会回到台湾 现在又回到台湾 我总是碰到家长问我同样的问题 那我现在就简短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我从小是在台湾念书的 那我们的这个老师教我们就是说 要注意 这是脖字体群 字的话就是功课方面 那我知道像林宝宝还有那个三个小孩子 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学得特别忙 这时候呢 我相信就是说 父母亲就可以帮助小孩子在功课方面 因为他们三位都是学校校队 所以一方面要申请大学 又要考SAT 那父母亲对上你们自己的专业 比如说我自己是学工程的 所以就可以帮小孩子在数学跟物理方面 那如果说你们有其他专业 可以帮助小孩子在其他方面 那第二个就是体 体就是体力 那在台湾跟在美国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台湾功课是蛮重的 体力方面就比较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在美国呢 体力跟学业是同样重要的 所以当今小 他们我有三个男孩子 五岁的时候 就是带他们运动的目的 就是要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那我自己本身喜欢篮球 所以我就是 从小五岁带他们三个小孩子打球 然后最主要是培养他们对打篮球的心讯 后来他们对篮球越来越有兴趣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就是规定他 就是功课一定要做完才能打球 所以说他们课例上 就是每天放学回家 一定要把功课做完 然后吃完饭以后 那大概休息半个钟到一个钟头 那我就带他们三个到五岸西 那是生命篮球场 五岸西 那我们每个礼拜大概是打三 每个礼拜至少打三天 通常是八零弹打到十零 这是在体育方面 后来这三位小孩子 他们都参加学校球队 所以德智体群在群方面呢 他们就怎样跟球队配合 怎样跟 就是童天宇的小孩子怎样合作 怎样就是说 还是 team work 意思就是说 以后不管是在打球方面 或者是在社会工作方面 就是怎样跟你的coworker 或者是你的coworker 怎样相处 大家怎样配合 as team work 这是非常重要 那最后一点就是德 就是能格配合方面 那我们从小就是父母亲 为我们是基督徒 从小带他们去教会 所以在任何培养方面 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小孩子 就是说有运动的心情 然后可以 有健康的身体 同时呢 那训练也不放肤 然后在任何培养方面 也是照顾得到 除此之外他们就 基本上也没有太多时间在外面 就是说 跟你小孩子这样子 随便互互他们也没有 OK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各位家长 这是我们后来会想过来 这是教育孩子的方面 我们总结我们的经营是这样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说 小孩子以后 一定要打直接篮球 或者是进入NBA 从来没有这样子想 所以说 你问我说 你的系统能不能copy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培养 小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 但是呢 只要你 注意小孩子 就是说有健康的身体 有运动的习惯 同时不要放胃 你公共画面 那基本上 我们做父母的目的 就达到了 那能够达到什么境界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 就是看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 尽管最大的努力 然后呢 看你达到什么程度 这样我们当厚明星的 培养小孩子的心情 我们就是 非常满足的 所以天下厚明星 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一样 好 谢谢各位 总而言之 林爸爸林妈妈 给了很多 给舒豪了很多 无条件的爱 才造秀了现在的林舒豪 所以那就是 谢谢 谢谢 谢谢林爸爸 谢谢林妈妈 谢谢 谢谢 吴兴东 教授的 台湾的新机会 同志愿一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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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